2024总统大选呈现了四角都的局面 而倒数不到四个月的时间 根据网媒最新民调 媒清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 支持率持续突破四成 来到了42.52% 柯文哲支持度24.23% 侯友宜获得了22.25% 侯柯两个人陷入了拉锯战 正月以武党身份参选的国台铭 则是大幅落后 悄然公布了副手赖佩霞 并没有替他加分 亚洲步道联盟 台湾办公室正式接牌运作副总统赖清德 亲自出席 因为去年起开始推广台湾古道 长期支持国家绿道倡议 也推广徒步的观光产业 畅阳在山林之中 联会产业文化之美 千里步道是可以发挥到相当的功能 让健康台湾这样的一个目标可以实现 这也符合凭选举的政策健康台湾 赖金德积极端出牛肉 力推国家希望工程最新的民调数字 赖金德已高达近43%的支持度独占凹头 横甩柯文哲的24.23% 还有侯友宇的22.25% 而国台名产跌只剩下6.58%的支持度 柯侯友宇的民调已经最少是跟柯文哲不相上下 对侯友宇来讲是进步的 侯友宇之前都一直在第三名 这个是好现象 柯侯两人陷入拉锯战 柯文哲似乎没有因为新竹市长高洪安 爆出民车接送 男友干政等议题的关系 民调因此下滑 郭台名则是刚宣布副手 但赖佩侠的加分效应还没开始 双重国籍学历的争议 已经让郭振营硬肩不暇 而赖金德民调持续上扬 显然不受近期进口袋 还有万里老家为鉴的影响 执政党就是稳健的去做执政 然后得到更多民众的一个认同 让我们赖富也可以在第一线 做更大的一个充斥 这个整个执政党这个部分 我们是合作无间的 各种议题跟民调都有可能影响 民调数字四角度的战局之下 各阵营仅剩一队 记者稍微微笑声台北报道